事實上它一堆那些化學物質 都是從一些煤膠油、石油、化學工業 體煉出來的 體煉出來這一類的我們做研究 說這一類的東西 我們接觸濃度很高的時候 一個從皮膚一個從呼吸道進去 那進去身體裡面 大概有幾個對身體的影響 第一個我們想說 那個很多人 你如果尤其是我們在後陽台洗衣服 這個不通風天慶了 整個搭起來 曬衣服 那就開始流眼淚、頭痛 那個就濃度太濃了 那個叫刺激你的黏膜 那甚至有些有呼吸道疾病 哮喘、氣喘就發作了 那甚至研究 它還會鑽到你的血管 造成血管的內皮細胞 周狀動脈硬化 原來跟我們的心肌梗塞 這個有相關 所以媽媽真的很危險 那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些濃度太濃的時候 你最好是戴個手套 或直接讓洗衣不要去 不然你很快的一些接觸性皮膚炎 這個刺激 那個就產生了 除了這些很多很多的 其實我們後來才發現 很多媽媽的 那個我們講說有一些 不孕症 還有一些 乳腺癌 還有多發性的那個子宮肌瘤 原來跟洗衣服也有相關 真的還厲害了 我就覺得一個更恐怖的案例 不過那個是 聽過這個案例 你就會覺得 沈大哥賺錢是有道理的 他們工作是很辛苦的 在台南有一個 那個開那個洗衣店的 他後來夫妻相繼 都因為血癌過世 他們去查可能是那個 肝乳劑的那個視律乙烯 那視律乙烯可能他們吸進去之後 視律乙烯在研究上會產生一些 食道癌 胃癌 還有一些淋巴癌 還有就是那個 血液相關的那些癌症 所以他們認為跟這個 但後來其實在國外 他們這是一個 2A級的一個致癌物 那很多都已經禁掉了 那國內大概5年之後 也會慢慢把這些都禁掉 所以事實上洗衣服是 真的是一個高風險的一個動作 大家真的要學一些專業知識 那其實想問問他為什麼很多洗衣 那個衣服用的洗衣機 怎麼洗都臭臭的 就像剛剛黃醫師講的 包括我自己有時候其實洗乾淨的 穿上T恤一兩個小時之後 就臭臭了 然後或者是那種青春期的男孩 你這個是喔 那個坐公車 不要等到晚上 其實你早上去坐公車 他們上學衣服應該都乾淨 可是就是還是有個味道 那味道怎麼樣都洗不掉 它是什麼東西啊 一般的話那都是 通常都是漢字 就是有可能它裡面有 就是洗乾菌或是臭臭菌 就是說它通常因為這兩個菌 都會造成 一個是外來的 一個是我們自己體脂的問題 它就是流汗了之後 我們沒有把它洗掉 一個是外來的 那當然我們在正常的洗劑 很難把它真的洗得非常的乾淨 就是菌很少把它真的殺掉 止臭菌 對 生乾菌 對 這個跟你們有沒有 你們上完廁所 有沒有男生那個廁所 如果說馬上沖水 就不會有味道 可是只要經過一個小時 那個細菌就開始發酵 就有個尿垢有沒有 那個黃黃 那個ammonia味道非常濃 那是因為細菌給它分解之後產生的東西 那我們又會 我們又會纖維又會吸附那些 你只要穿個衣服去夜店 有沒有那個煙味啊 什麼整個東西 如果有潮濕的 會吸的會更嚴重 所以這個真的是要特別小心 像我後來我到日本 去找一些 我們通常日本不是都在瘋狂七些藥妝店 然後你看看什麼Gi 那我去日本後來我一定會買的就是洗衣精 我跟你講因為日本對我來講 他們做很多的那個檢驗都非常非常的嚴格 我連什麼小孩的水壺那種你知道 都會去那邊買 然後一個洗衣精的問題就是說 我再多的行李我都會把它扛回來 對 因為它就是一個超濃縮的洗衣精 其實它不大 那時候是我很多日本朋友跟我講 它是非常熱門的這個商品 而且它裡面就是會有那種可以抗菌的成分 然後它是可以深入我們那種衣服的纖維 所以呢它是有長時間的抗臭 我真的試過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我為什麼知道它 而且我現在用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一款 它說號稱可以在室內曬衣服 就是綠色 對 因為就是室內曬衣服很容易 就是我講的會有那種臭臭的味道 它就是這個室內曬衣服 然後比如說烘乾肌烘硬 你就覺得特別舒服 沒有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搶檢的問題 它是不含搶檢的 所以我們洗完之後 你完全不會傷害到肌膚 因為清潔劑的東西就是搶檢橫桶 喔 它造得好可愛喔 就是日本人的那個發明 因為我們每次都用膠囊的 我們沒有用過這個 你可以很輕鬆的去使用它 然後它的用量也是非常好 我就是很喜歡這個味道 我們家藍色的 對 它味道好舒服 非常非常舒服 而且它是那種大家都公認的好用的洗衣機 非常好用 對 欸 直接試喔 一般就是漆嘛 就是我們這個PHC就是漆左右嘛 就是它這個有沒有 它大概是在這附近 了解 正負都其實是算標準的 了解 其實像我有測試過洗衣粉 或者是水性回照 它大概都到10到10左右 哇 厲害 對 就把它直接倒進去就可以 對 那通常我們就把它攪拌開來 這樣會比較標準 因為洗衣機的環境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 其實它也是有點泡泡 然後不會太多的 對 這樣因為泡泡比較少 其實在我們洗清的過程是比較容易的 幫你拿 比較容易的 對對 那通常我們就是把試指 就是買就有了 你就把它沾到 你要的洗劑拿起來 大概三四秒左右 它原則上就會顯現出來 你正確可以去比對 它的pH值在哪裡 它的pH值在哪裡 那當然是越中性越好 越中性 因為越中性代表它怎樣 越親膚性嘛 那就比較不會有什麼 小孩子過敏啊 皮膚怎樣 通常都是因為搶檢的關係 才會造成我們皮膚有狀況 對 如果說比較中性 它是適合比較恰當我們家裡的洗滌保養 因為它最主要是接觸我們的皮膚 最密切的 所以是這樣說起來 它也比較好拖對不對 對對對 沒錯 因為剪它沒有剪嘛 等於是它已經是偏中性的 所以你在洗清的過程 有可能你就 當然是正規的 我們還是一樣洗清三次 可是它就不會滑滑的 對 而且它的抗菌效果 我說它是會深入衣服的纖維裡 為什麼 它洗出來的衣服 超級鬆軟 而且它是 我是覺得它洗一次就超乾淨的 而且是滿 省水省電的一個洗滌劑 而且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如果說真的洗衣機 會有點髒髒的話 或是前面或是後面 那個我們互相會交叉感染的話 其實抗菌的洗衣機是很重要的 所以像這個有抗菌 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對 而且像我之前都要去日本 現在台灣都買到 我跟你講 之前是台灣的 我為什麼發現 是因為之前台灣 有很多日本的藥妝店 都說很好逛很好逛 然後就發現有這個東西 一顆一顆好可愛 然後就發現也太好用了 就發現超市有 現在發現好像都買得到 然後他們就等於是在日本的國民品牌一樣 而且就是說那個比較 精緻的媽媽們都會用這一塊 精緻的媽媽們 是 吃了一年都 我也用它 所以就是到日本 除了扛衛生棉跟藥之外呢 就是扛這個就對了 現在我真的不用這樣 在香港也賣也是 對啦也是 而且其實有藍色跟綠色 就是你可以看你的那個需要 對 可是到底我們這個洗衣劑的 這個劑量怎麼拿 你怎麼樣可以把衣服洗乾淨 因為像這個其實都是超濃縮 對 超級濃縮 一般其實像我們自己在家裡洗 為什麼很多人會洗 出來是臭的 就是有可能我一般市售的洗劑 就是不會洗掉那個 就是紫臭菌 就是生乾菌這些東西 就是說原則上 因為它你菌沒有把它洗掉 它就是衣服本身就沒有辦法 恢復它原本的蓬鬆度 那如果你把菌洗掉 它其實是恢復原狀而已 那當然它的觸感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就這樣大部分 那像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你就是建議也是一樣 就是通通的衣服 我的建議是真的 因為如果說你真的泡不乾淨 就有可能就是最基本的嘛 我們就是跟它放一樣的劑量 也不要過多 因為它本身已經訴求 這是最主要 可是它能去掉這兩種菌種 因為這兩種菌種 最主要是引起我們衣服發臭的菌 就是我們平常 為什麼衣服會臭 就是這個菌種在作碎 或作怪也好 對 那你把它抑制住了 它就不會去一直在滋生 那我們就是 它就會變成比較不會有味道 而且相對的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而且它的設計非常貼心 通常人家說什麼半瓶蓋 四分之一瓶蓋 你哪知道它到了幾瓶蓋 它這個蓋子上面都有顆 對啊 它完全那個刻度告訴你是幾公升的水 就是你可以看你洗衣機上面 它會告訴你幾公升的水 然後就是倒它的不同的刻度 它刻度放得非常細 而不是說我們要自己用感覺 對 四分之一瓶 二分之一瓶 三分之一瓶 沒有 就是直接很近 因為日本人做的事都是很精準 所以我基本上是照它的方法在做 那我們想要衣服洗得很乾淨 又不傷健康 除了這些很好的洗衣機可以幫我們做 還有哪些要注意的 第一個當然選擇洗劑非常重要 一些太刺激的太香 你聞久了就會覺得頭暈頭痛 那當然先排除掉 另外如果那些強效的 那個是刺激性很強的 你洗的時候 就要戴個手套 保護一下自己 那就盡量不管洗衣服或塞衣服 在通風涼好的地方 這個非常重要 最近因為空氣污染嚴重 如果那天空氣污染很嚴重 你要塞在外面的話 不要塞隔夜 不要超過十個小時 也不要趕過來塞 會把那個空污染的放在身體裡面 那另外就是 衣服盡量一兩天就洗掉 那如果洗完就盡量早一點塞乾 哇 今天這一集 是不是覺得洗衣真的學會很帥 各位媽媽辛苦了 各位爸爸也做幫我們洗衣服 好不好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記得到媽媽好車 粉絲要跟我們做活動 大家掰掰 掰掰 趕快把那個跑車開來 快點 還是我因為這個節目 認識了很多不一樣的名詞 比方說 臉書上最近有人問說 什麼是幽門峽展 什麼是幽門峽展 前面要夾個嬰兒 什麼是嬰兒幽門峽展 所以嬰兒才會有 就兒科會有那個病 那它很特別 你知道我們的食道接到胃 這個叫做 噴門 對 噴門 然後接下來就是胃對不對 胃後面叫做 幽門 對 它中間這個胃跟 它的十二指腸接口的地方 它的幽門很奇怪 在寶寶大概在六週大左右 到大概兩三個月之間 有一些寶寶 它就會肌肉越來越肥厚 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目前大家科學家 還不太知道原因 只知道這個肥厚的狀況下 就會等於把這個小腸塞住 就等於是把這個胃跟 十二指腸中間的這個門 都堵住了 那你想想看這個寶寶 大概在六週大左右 它就會開始嘔吐 那這個吐的狀況 會比這種胃食道逆流的吐 還要嚴重 因為它整個塞住 所以它會噴射狀的吐 可能小朋友很容易吐奶 是這樣子的 對 所以我剛剛說 就跟一般的這種吐奶不太一樣 首先第一個你是 每一餐都吐 因為後門關注了 當然每一餐你都會吐 第二個就是它吐的那個 那個幅度會非常的誇張 因為它是整個噴射狀的吐 第三個就是它吐完之後 它會肚子餓 它會跟你要 繼續還想喝 這個跟我們一般的這個 義奶或是胃食道逆流不太一樣 如果你的寶寶有這個狀況的話 當然就趕快找小兒科醫生 那它是會自己好嗎 不會 不會 這個一定要開刀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手術 所以就輕輕畫一條線 然後當天大概就可以開始吃東西 對 對 所以這個是大約一個小知識 如果你寶寶剛好在這個六個月 到兩三個月當中 有這種噴出狀的嘔吐 每一餐都吐 而且吐完還會肚子餓的 那我們就趕快找醫生幫你檢查一下 發生率千分之一 很低啦 比這個數字還更少 台灣 了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繼續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